为了改善入股乡缺乏牙医的情况 经县府议会 向农会及中央共同努力下 终于有医院要来进驻 成立牙医医疗站服务地方乡亲 入股乡唯一的一个牙医诊所 在今年4月份他年纪大了 他就建临退休了 那退休以后呢 我们就入股 我们征询了南楼县牙医师工会 没有牙医愿意来这边职业 目前 所以我们就梅合了这个幼稚医院 那他们幼稚医院愿意 南楼县牙医师工会也愿意帮忙 我们向中央卫福部去争取 我们要向中央健保署去申请 他们愿意来同意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万事俱备把案子报到这个卫福部 终于核准了这个计划 我们预计这个鹿骨香的牙医医疗站 要在明年初 我要求是我的同仁 至少能不能在农历春节前 一定要把牙科医疗站能够设立完毕 先远以后对鹿骨香成立牙医医疗站 过去就是相当关心并极力协助争取 此次能够顺利成行 他也感谢各党人的用心 让地方乡亲因此受益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 也肯定我们许索华区县长 来对于我们鹿骨 许多乡亲的一个照顾 那包括林医人总案室 在这过程中 也愿意积极的协助 和我们这个场地的提供 那有号在议会 也多次的跟局长不断的讨论 包括罗美宁委员 还有包括陈宁议员 包括何世锋议长 他也一直在立出这件事情 那最主要是能够让我们鹿骨的乡亲 还能够尽快 能够有看牙医的一个好地点 那今天的在这一个筹备注 大家共同来这边也算是 在这边做一个宣誓 还让我们尽数让乡亲能够 早日能够可以在这里进行看诊 鹿骨乡能够成立牙医医疗站 有效协助乡亲就医诊事 先远陈宁也认为非常的有意义 感谢各方单论的共同协力 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偏乡的医疗 尤其是牙医 人家说牙痛 其实不是病 但是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 那我们相信刚刚局长有讲过了 我们在过年前一定会把它完成 那我们也赶快让鹿骨的乡亲 能够得到好的照顾 那不然一天到晚我都会接到赖 说我牙痛啊怎么办啊 我快要很失望 为什么牙医一直不来 那我们希望在过年前 能够牙医就赶快可以来 能够来进驻到我们的鹿骨乡 那这个过程里面非常感谢 所有中央跟地方 所有努力的 所有的伙伴们 谢谢你们 有你们真好 议长和尚峰感谢各单位的协力促成 也希望牙医医疗战 能如预期在明年初就能成立启用 让地方向近获得妥视的医疗服务 记者鲁凯入股采访报导